这条题又是一个典型的 要用站来代替 递归运算的一个 算法题 那么这条题本来 它给了一个递退式 PNX等于 后面有两个初始条件 一是边界条件 一是n等于0一是n等于1的 那么n等于0的话 也就是P0 P0X等于1 然后P1X等于2X 那么这两个是边界条件 以及又给了一个递退关系式 是PN 由PN-1和PN-2来推出PN的 那么有这种递退关系式的 我们很自然就能想到 运用递归的方式 但这条题它加大了难度 它要求我们必须用站 来代替地归 那么也就是用站来 实现一个非地归的计算 因此它的思想 其实也就是按照常规的 站代替地归的这么一个套路 这里是设置一个站来保存 它这个n值 因为我们地归 它这个变量就是n n从0到1 然后23一直到很大的这个值 那么计算的这个函数值呢 PNX也就是我们要得到的 最终得到的这个值 所以这个站呢 我们不妨就把它想象成一个 因为站我们每次运算 是要从站顶 由站顶 自站底 从站顶才能每次取出元素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想 把上面的这两个边界条件 这两个边界条件 就应该让它们放在站顶 而站底呢 就是我们最后 最后要求的那个 运算到站底 从站顶往外取 取出元素 然后一直取到站底的时候 最后剩下的那个 就应该是我们最后要求出的那个结果了 那么整体的思想 这个站呢 是利用从上到下 从n等于0 或者是n等于1开始 一直到下面 n等于我们要求这个 这个值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看一下它的代码 现在定义了这么一个函数 它返回的是一个double类型的 这说明 有可能题目的意思是 传进去的这个x有可能是一个double 精度为double的这么一个负点数 然后这个函数名呢 就叫做p 两个传参 一个是n 一个是x 这个n 就是最后我们要计算出来的 就是这个pnx等于多少 上来就是一个对 这个站的定义 它这个站里面 它还有 它 这是一个数组的形式 我们感觉一个stack数组 那这个数组中 当然它每一个元素 它有一个number 一个value 就是这个number值呢 就是它那个n下标的那个值 而value呢 就是这个pnx的值 也就是数组中 这个数组作为一个站 把它想象成一个站 然后里面 每一个位置上 它是有 这个元素 它是有两个 它包含两个内容 就或者说包含两个组成元素 组成部分的 一个是n 一个是pnx 好 然后top top就是站顶指针 站顶指针 要从-1开始 因为这个 我们想象把这个 数组给它竖过来 那最下面这是0 那最开始的时候 top等于-1 一会儿呢 进去之后 首先top加加 也就是top先自加 top从-1变成0的里 然后逐渐往上去 往站中去压入元素 然后一个i 这是i就是工作变量 那么这个fv1和fv2 那也就是 我们这个 如果是在地规中的话 它就叫做边界条件 或者说叫出口 就是出口 那就是n n等于0和n等于1的 这么两个值 一个是1 一个是2x 2乘以x 好 然后来看这个负循环 这个负循环 就是把这个站 把这个站里面 应该填入那些元素 先都入站 首先top加加 top就先变成了0 然后让0这个位置的 这个number元素呢 等于i 这个时候i就是n 之后n-1 好 那这样往上堆 一直堆到i大于等于2 最后站顶就是一个2 当然这里面的存的都是下标 就是number number这个位置 而这个value呢 需要我们一会儿计算出来 我们需要返回的 得到的是那个value 暂时存进去的是这个number的值 好 存好之后 接下来一看一个wile循环 这个wile循环就是 当top大于等于0 也就是这个时候top就在这里了 经过上面的复循环之后 top指向的是上面 最上面的 这个2 站顶就是2 我们要往外pop元素 也就是从站中往外取出元素 就应该从2这开始取 那这个wile循环里面第一句 就是对这个top top位置 也就是这个r 就是prx r就代表了 r对应的那个value值 就是prx 因为这 这里面 这个由上面 这个站的 或者说这个数组的 这个定义 究竟n等于2的时候 对应的是prx的这个值 那prx呢 它就是按这样算的 它就是用到了上面的这个 d推关系式 也就是上面题目中给的 pnx等于第三行的这个 是n大1的情况 是我们看是2x乘以fv2 那fv2呢 就是fv2也是这个2乘以x 因为 d推关系式里面 这是pn-1 p2x px等于rx 乘以p1x 而这个px呢 我们就需要去找 px它等于rx 那所以 这就是一个rx 因此这个fv2呢 就跟上面这个rx这样对应上 fv2它的值 就是代表了px 实际上第一句话 这也就相当于 第一次进入到这个外套循环中 top它指向的是 站顶那个2的时候 这个式子 这个d推关系式 就是p2x等于rx乘以p1x 再减去 然后2乘以 这是一个n-1 那这个n呢 就是stack top.number 那就是那个n 就是这个n-1 然后再乘以一个pn-2x pn-2x那就是p0x了 p0x当然就是等于1 当然也就是这里的fv1 所以第一次进入这个wild中 它的这个d推是没有问题 是完全成立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d推 由p0和p1的值来计算出p2x 然后之后是一个fv1等于f2 这就是一步相当于把它的值往前推进 或者叫也可以叫迭代 那么本来我们看 我们随便写几个值 比如说这最开始是p0x 反正p0x就是1 这里就写成0 然后p1x p2x 现在p3x 假如说这都计算出来了 那么初始这个fv1是它 fv2是它 然后我们计算出来的这个stack top.value呢 就是它 我们就写成top.value吧 这是每一轮次wild循环的第一句 这个最长的这句话 执行完之后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就是fv1 fv2和top.value 这三个是挨着的 依次排列的 然后呢 让fv1去等于fv2 就是让这个位置等于fv1 然后让fv2去等于top.value这个位置 fv2等于它 之后 让这个top点 就是这个站顶指针去向下一位 因为我们说站顶的那个 就比如说刚才第一次进去 刚才第一次进去 站顶这个2 站顶的2第一次计算完了 计算完之后 那就让top指向下面的这个 也就是3的位置 那么也就是说top现在指向的是p3 一会儿再要计算那个top.value 它就是p3的值 那么p3怎么计算呢 还是按照刚才这个式子 2x乘以fv2 也就是pn-1x 再减去2 n-1乘以fv1 乘以fv1 也就是pn-2x 所以这个 fv1 wile循环里面的第二第三句 fv1等于fv2 以及后面的 这个fv2等于top.value 这就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让这个fv1和fv2的值 不断的往前推进 让它们总是 去 紧邻着下一个要计算的那个元素 那这个wile循环 它的跳出条件 就是这个top大于等于0 只要占定值针 一直大于等于0 0这个位置存的就是n 只要这个top 这个占定值针 它没有达到n 那么就一直在wile里面循环 因为我们要计算的是 计算的是这个 stackn.value stackn.value 也就是这个pn-1x 所以只想到最后的时候 这个wile循环出来 我们得到的那个值 就应该已经是pn-x 当然这个pn-x是存在fv2中的 因为这一步fv2等于top.value 它是存在fv2中的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下面出来 没有急着return fv2 还是先用了一个判断 看看n是不是等于0 那么因为这里如果 n等于0的话 如果是n等于0的话 这个负循环就进不去了 i等于0 i等于2不满足 所以负循环一次都执行不了 如果负循环一次都执行不了 那你这个top相当于就是-1 top是-1的话 那这个wile top 大于等于0也没有执行过 所以如果n等于0 我们发现那个值也就是p0-x 它实际上并不是存在fv2里面 因为初始状态下fv1是p0-x fv2是p1-x 所以如果发现了n等于0 最后如果发现n等于0的话 那我们应该return的是fv1 其他的情况 也就是n一旦大于等于1了 或者说n大于0了 这两个是等价的 只要这个n它是一个证数 那最后那个值肯定是存在fv2里面 即使n等于1的话 你应该返回p1-x 它也是等于2-x 那么就是这个最开始这个fv2 因此最后出来也考虑到这一步 return一个fv1 最后再returnfv2 那才是比较完满的一个结果 当然这道题 它这句话写的有点靠下了 完全可以直接写在最上面 完全可以直接写在最上面 把它放到最前面的位置 一进来 这个函数一进来直接判断 1-n等于0的话 那么return 1 这就完事 把它放到最前面 这也不用讨论了 然后这些代码也想着去执行了 这些站都不用定义了 它只要是n等于0 直接return1 这个函数就结束了 所以还是把这种出口 这种简单的出口 写在前面比较好 当然按照这种 它原本的这种 下面的这种写法 也没有问题 只不过它的执行效率上 会不如上面的这种 因为你如果n真的等于0进来了 它这里 你进来之后 还要执行这个struct 然后还要int 然后double 最后发现这两个进不去了 然后才return的f1 而如果你要写在上面的话 进来直接就出去了 然后最后呢 你如果把这个出口 return1写在最前面 那最后这个出口还非常清晰 那这个出来的就是f1 我也不需要讨论 一定f1是等于最后这个pnx的 好 那这道题 它讲的主要就是 如何利用站来代替地规计算 特别是这种比较典型的 很容易联想到 让我们第一思路 就是想到地规的那种 一个有边界 有出口条件 然后有这个地推的关系式 典型的就是地规的一种结构 如果题目中出 突然让我们说用站来实现 你不用地规计算 咱们现在用站来写一个 那么这个流程呢 就是值得引起大家的注意 这里面关键的一步 那就是这个迭代 当然这个复循环 把这个number 把这个number值 当然它对应的 每一个number对应的一个value 把这个number值 从下到上 从n到2 这样一次的 把它存起来 那么这个复循环 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还有这个wire循环里面 f1和f2的一个迭代过程 不断地将pn-ex和pn-2x 这两个f1和f2 指向它们两个的这个变量 不断地向前推进 好那这道题就讲到